而中和的福和宫广场前 则是在30号举办了关怀长者共餐活动 邀请中和区的长辈们一起来享用美食画家常 同时借着这个机会也让阿公阿嬷走出门 认识新的朋友 中和福和宫的广场上摆了30多桌的美味佳肴 邀请了社区的长辈们一起来吃好料 原来重阳节刚过 庙方担心天气太热影响长辈 所以延后举办了敬老共餐 许多阿公阿嬷们早早就来等待 因为不只可以看见许多的老朋友 也可以借用这个机会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让长辈们都很开心 今天我们是办广继公安福和宫办这个老人共餐 最大的用意就是每年的重阳节 办这个活动 但是今年因为农历论久夜 上一个论夜可能是天气在日 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个论夜这个夜来集办 现在工业社会一些我们的长者老人 因为子弟都在外面打拼 在工作没有时间在家里陪伴我们长辈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大家共同来聚在一起 所有的灵机也好 大家来聊聊天 来戏酒给他们一个有社会温暖的感觉 新北市民政局副局长也特别来到现场 感谢符合公关新社区的长辈 并且响应了新北市的共餐政策 替阿公阿嬷们举办了这么窝心的共餐活动 许多长辈们聚在一起 聊天的话题可就多了 不仅嘴里吃得开心 心里也觉得很窝心 众家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